吳子佳指控说疑似闹婚外情 还有一名失私生女 对此洪海董事长郭台铭 则表示他力挺韩国瑜的清白 也希望韩国瑜一定要提告 还要免费来帮他出律师团的费用 打官司 因为我曾经本来要告过吳子佳先生 那你们晓得我曾经要告他 后来我没有告他 因为他跟我道歉了 他说他第一辈子 这一辈子第一个道歉人 就是我 因为我后面有几大庞大的律师军团 那我认为说 我支持韩市长要去告 这第一个 第二我觉得政治的议题 政治的选举 应该谈公共政议题 谈公共政策 那谈这个将来台湾经济怎么拼 我绝对不赞成 吳子佳先生这样的做法 这个就是 虽然我跟他并不认识 可是呢 今天呢这个我们曾经有这个 他批评过我要告他 这我的意思就是讲说 今天呢并不应该没有证据出来 来这个就就就就就影射 对我的律师是很厉害没有错了 但是问题是这种事情 你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是说 我讲说只要韩市长有 这个怎么 韩市长有提出要求 我义不容辞 免费用我的律师团 好不好 各位 Amen 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